哈囉 我是盈盈 歡迎收看去哪一起玩 每個星期跟你分享美的話題 記得先按下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溫暖的四月天 春天已經過了一半了 抓住春天的尾巴 我們來看一場春的輔馬學 看看當代藝術家各種充滿春天氣息 或是暗藏密碼的作品 現在你看到的是日本當代藝術家田村信章的作品 這位田村信章他在藝術界一開始是以四言會 還有寫真的機車插畫文明 不過大概在近五年來 他開始用色彩鮮豔的色塊 還有這個交錯的線條做創作 看到他的第一幅作品 第一眼可以就先看到這個又大又紅的圓形 我自己是會馬上聯想到日本國旗正中央 大紅圓形代表的太陽 而這幅作品他的名稱就叫做The Sound太陽 在這個大紅圓形的後面背景 可以看到是比較深層的顏色 而細看的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粗細的線條 組成的色塊 如果近看的話會很像是螢幕掃描線的亂碼 也有點像是電視收播之後的Colorbar 彩色條紋訊號 我們剛剛提到訊號 其實在日常生活當中 如果是連續性的資料訊號就成為類比訊號 比如說電壓的大小或是聲音的聲波 都是類比訊號 而如果把這樣連續性的類比訊號數位化 就變成0與1兩種不連續的訊號 我們接下來要看到就是田村信章 他的三幅創作 製造出來的系列作品 可以把它視為是時間三部曲 在這三幅作品當中 可以感受到這藝術家很強烈的意象 就是他試圖用交錯的線條跟圓點 去表達時間的一瞬間 創作出充滿科技衝擊感的作品 田村信章時間三部曲的第一幅作品叫做《一瞬》 這幅畫你可以想像是我們眼睛看到的這個世界 眨眼的那個瞬間留在眼瞼上的景象 藝術家是圖在畫布上把它表達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是這個背景 比較明亮鮮豔螢光的色塊 可以看到包括螢光綠 螢光黃 或是像這個粉紅色的色塊 就代表是外面眼睛看到這個世界 但是細看的話 你可以發現還是有很多不同粗細的線條 以及圓點 這代表是把我們所看到的這個世界 凝結在一個瞬間 同時你可以觀察到這幅作品它的邊緣 其實是有寫英文字母的 In the moment 就是用更明確的方式 顯示把時間凝結在一瞬間 第二幅作品叫做流 它代表是場景隨著時間流動的過程 你可以想像這樣子看過去的一黃眼瞬間 其中的一個時間點你把時間放大拉到最慢 所以呢在最左邊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包括是像線條跟圓點組成的殘影 不過這幅作品有趣的部分 是在裡面細節當中可以看到有一些數字 代表的是這個藝術家 他用數字作為輔碼的象徵 轉順是時間三部曲的最後一幅作品 它代表的是眨眼那瞬間看到畫面的最後一個定點 其實這幅作品你可以很明顯看到兩大顏色 一個就是背景的黑色 再來就是很對比的鮮黃色 當然細看還是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粗細的線條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幅作品的線條 跟前面兩幅作品比起來 它的線條的幅度是比較寬的 也就是可以比較明顯的看出不同顏色的線條 那麼再遠一點看的話 可以看到這一幅畫有一個菱形 中間有用鮮黃色圈出來的這個圓形 其實它代表就是一個像是眼睛這樣子的形狀 代表我們眼睛看出去這個充滿福馬的世界 有點像是電影Matrix 駭客任務 那這個主角呢 眼中看到的虛擬世界 很可能都是不同的輔碼不同的數字組成的 那當然也有點像是電影Lucy 在她的大腦開發能力接近百分之百的時候 看到的世界就是有點像這樣子 一條線一條線組成的 也就是說整個宇宙呢 很可能是不同的訊息不同的訊號交錯組成的 那也可以說這藝術家呢 就是用大腦呢把這外在世界還原成福馬的狀態 這次春的福馬學主題展也有很多其他幾位當代藝術家的作品 像這幅畫就是村上龍 她致敬日本古典畫派林派所做出的創作 所謂的林派呢通常畫風是比較華麗的 那麼喜歡用金箔銀箔作為背景 畫的主題通常是花鳥木這些為主題 那麼村上龍呢她就是用她招牌微笑小花做出這樣的致敬創作 三三巧是日本新生代藝術家 她最出名的作品就是日本唱小小說 蜜蜂與遠雷的封面就是她畫的 那麼蜜蜂與遠雷這一部作品也相當有名 同時還有拍過電影 她是日本非常難得同時獲得了學術派的植木賞 還有市場取向的本屋大賞這兩個大獎的作品 那麼這位三三巧藝術家呢 就是與作家恩田璐合作畫出了封面 那我們來看到她這一幅充滿春天氣息的作品 你可以看到畫團緊簇很特別的 她是用後紙板取代畫筆去用刷的刷出這樣子的筆觸 不過你有發現她裡面暗藏的密碼嗎 其實她裡面畫了四隻蜜蜂在哪裡呢 可以看到包括在這裡還有像是這裡呢都有畫出來 可以看到這個蜜蜂的顏色是用比較淺色系幾乎白色的這個顏色 主要呢就是要表達出蜜蜂她的翅膀在高速震動的時候 幾乎透明的狀態 來看到石井藝人這一個藝術家的作品 這位雖然是日本的藝術家 但是她非常喜歡中國兩宋時期的文人畫派 所以這整幅呢就是一個相當抽象的山水畫 那麼她裡面的線條呢細看不管是圓形還是直線都是非常細 這是藝術家她用比頭髮還要細的真筆一筆一筆去畫出來的 那尤其呢看到裡面包括有顏色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彩度的藍色或者是黑色的部分 其實都是這位藝術家她同樣是用真筆 這麼細的線條一筆一筆去填滿 創作出這麼細緻的工筆畫 今天我們帶您看到春的福馬學主題展 看到當代藝術家用不同的媒材不同的筆觸做創作 有什麼想法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幫我們按讚 也歡迎訂閱分享 我是盈盈 去哪一起玩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